Hello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五款普通油脂的零食 很多在減脂的人一听到油脂就会直觉的觉得会变胖 然后就会尽量少吃油 那其实这个观点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因为我们一克的油脂它会产生9卡 可是一克的蛋白质跟一克的碳水呢只会产生4卡 所以相较之下油脂比较高的食物呢它的热量也会比较高 但是当你开始做饮食控制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我们要计算的不只是热量 还有蛋白质碳水跟油脂的这个营养素的比例 所以有一个现象常发生在減脂的人身上 就是刚开始做饮食控制的时候要吃的很开心吃的很尽兴 然后甚至自己料理所以呢可能会选择类似像鸡胸肉这种 油脂非常少碳水非常少可是蛋白质非常高的这样子的食材 那甚至在很多的食物的选择上呢也尽量呢就是少油 可是可能你在一整天下来如果你有在记录的话你就会发现说 好像在油脂的摄取比例是太过低 可是当你现在又去吃了一个油的东西的时候可能又会让你的热量大大的提高 所以这个是在饮食控制的过程中的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那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的饮食控制在一两个礼拜下来 你发现你老是缺油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去注意 因为很多在减脂减肥过程中可能在MC不正常或者是皮肤变皱了 这些很高的原因都跟你的油脂摄取不足有关系 那我这里讲的绝对是有在饮食控制的人 因为如果你没有饮食控制甚至是外食 其实吃到油的几率比例是蛮高的 而且多数都不是好的油脂那最主要呢今天我提供五款零食给 有在做饮食控制的人那你这时候你想要 你就因为你的油脂比例太低了 那你想要补充的时候你可以做什么样的选择 那既然是零食我们对零食的定义是什么呢 应该就是随手可得然后不用再去制作 然后好吃对吧大概是这样子 可是啊当你走进便利商店或是卖场的时候 你会发现几乎百分之99.9的尤其是在台湾啦 国外我就不知道99.9的所谓的好吃的零食 都含了非常高的碳水化合物 所以你要挑到一个可以补充油脂但是呢 又让碳水降到最低那蛋白质当然还ok 肥四度的比例在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样子的零食真的非常难找 我就直接来秀一下我帮大家找的 收集的这五款零食 那其中有几样也是我自己平常在补充油脂的时候会吃的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乳酪丝 大家有看过吗 那它不是鱿鱼丝哦它是乳酪丝 但是这个乳酪丝一定要挑过 你不要看到乳酪丝你就觉得它就是补充好油的 一定要去看这个后面的营养素 我会把它秀在这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比例上它的脂肪是57% 然后蛋白质是25% 然后碳水是18% 所以在碳水的比例上一定要够低 因为有一些为了调味它会加一些淀粉类的东西 让碳水拉得很高 那你吃这个又吃了淀粉 那你就把你的淀粉的扣打都用掉了 所以这个推荐一下 这是找了蛮久的 好 然后再来推荐的是这个 果檐霜果 那我们都知道坚果有好的油脂嘛 所以有些人会 而且是好油又是有足够的油 所以有些人很担心说吃坚果吃太多 会变胖 那会变胖 你可能卡在的是热量的问题 因为毕竟那个油脂的热量比较高 所以呢我蛮喜欢这一款 它就是小包装 看得到吗 小包装 那这个果檐是霜果 我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杏仁跟葡萄 那这两种的坚果在碳水的比例是比较低的 我一样会把它秀在这边 那这个一包呢就差不多是158卡 但是重点是它的脂肪占了80% 好这时候看到脂肪占比例高是很开心的 而且它的碳水只有10% 然后蛋白质是10% 所以在零食里面 补充油脂里面这个我觉得是蛮推荐的 再来我要介绍的这一款是起司棒 那起司棒本身 我们都知道起司有好的油脂 好的蛋白质 所以但是因为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吃起司的习惯 所以可能在选择上又变得比较少了 但是它的形式很多 那我觉得这一款我挑的 第一它比较像零食 当然那个一片一片的我觉得也蛮好吃 但是一定要去看它的营养比例 我一样我会把这一款贴在这边 这一款是那个肥海盗 这个应该加热服都买得到 你就可以看一下 那我觉得它的 它的里面的营养素也非常的干净 就是它脂肪77% 就是这样一根就3克脂肪 然后蛋白质2克 然后完全没有碳水 所以你怎么盛它都没有碳水 只要你看你需要多少的油脂 你就可以直接补充 那重点是我们今天聊的是零食嘛 所以它一定要像零食 不然有人会跟我说 那就喝油就好了 喝油就肯定不是零食的概念了 对吧 OK 好那再来介绍的一款呢 是这个杏仁小鱼 嗯 它一样是小包装 看到吗 那我会介绍它是因为 虽然它不是那么纯粹的油脂 它里面油脂占了60% 但是蛋白质也有24% 那我们蛋白质跟油脂 基本上是我们在做饮食控制里面 会比较焦点要补充的 因为我们的本来的习惯 碳水都会过高 所以你要既然叫控制 就是代表你要在你平常会吃的东西里面去下修碳水 然后油脂跟蛋白质去往上 那蛋白质比较没有问题 可是油脂是比较麻烦 因为油脂如果你不去刻意的注意 你也可能会吃到足够 尤其是外食的人 可是那可能不是好的油 那如果你要吃得干净 就是把蛋白质归蛋白质 那油脂归油脂 但是有人会说 我如果说本来吃鸡胸肉 那我可不可以改吃五花肉 就是又有油脂又有蛋白质 当然可以也非常好 因为那是原型食物里面的油脂 但是 后面一定要但是 但是相对 这个一份的热量 就会比单纯的鸡胸肉还要高 那你就要看你自己的食欲 就是有些人他会觉得 哇我这一餐吃了这样子 那我的热量就超过了 那我可能还想要吃别的东西 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数字的概念 在做饮食控制 没有什么 只要是原型食物都是很好的 好 回来介绍零食 好 那这一个的营养素 我一样会放在这边 OK吗 好那这是性能效率 好四款了嘛 再来最后一款 这一款啊 是我觉得蛮特别的 因为 长得像这样子的棒状的东西 多数在台湾都是以高鲜为主 那可是高鲜相对之下 它就是以高碳水为主 只是它是好一点的碳水 那当然现在国外 欧美 大家都很流行所谓的蛋白棒 也就是说这样子的棒状在 蛋白质比例是比较高的 可是这个 我们下次蛋白篇再来讨论 但是我比较少看到这样子的棒状的点心呢 是比较偏油脂的 那这一个呢 它就是我叫它坚果棒 那这个坚果棒呢 它的脂肪占了64% 就蛮特别的 因为里面有很高的坚果 然后而且它的蛋白质也不低 蛋白质有11% 但是但是 因为它的碳水也不低 它的碳水占了25% 那简单来讲 这样子的一根 它的营养素是长这样子 那我就会建议说 这样子的零食 就是比较是一个下午茶点心的概念 那你可能在整个下来 你有饱足感 然后也蛮好吃的情况下 又补到了你想要补的油脂 那但是相对它碳水也没有那么低啦 就是比较是分量比较大一点的一个零食这样子 OK吗 好 OK那接下来我会用一个比喻 让大家比较明白 就是说 毕竟零食这个东西 它也会满足我们想要吃的口味还有量 对因为如果你真的吃了一口 然后不吃就算了 越吃越饿这样 那当然但是前提 其实油脂的东西 比较不容易让你有那种快速满足又快速饿的感觉 这是油脂的好处 好 那我现在桌上放的啊 就是同样的热量之下 就是我算的结果大概就是210卡到230卡之间 就是没有那么精细 可是差不多之下呢 它的份量这样子 这个起司条呢 是一整包的份量 OK 然后薄盐双果呢 它不是两包 是1.5包 1.4包 应该严格说 但是我现在没办法把它拆开 但是我用讲的1.4包 好 那这个呢就是一整根 一整根就是210卡 好 然后这个杏仁小鱼呢 它是 2.5包 好 没有到三包喔 2.5包 这个份量 呃 如果你问我的话 一包 我觉得蛮空虚的 好 那2.5包我觉得差不多 但是我应该不会把它拆一半 或者是说身边可以给身边的人吃之类的 好 那这一个起司条呢 它是 呃 6.5跟 123456 这个我可以想像吃6.5跟 应该就会 不想再吃其他东西了 好像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你会选哪一个呢 大家可以看完留言给我 那这三个 这五个的 这样子的份量之下 有多少的碳水 蛋白质 跟油脂 我会把它打在这个 荧幕上 啊 这个没有没有对错 就是 每个人看自己的需求 跟你当下 的选择 但我对你们的选择 蛮有兴趣的 如果你看到这一段 你可以想一下 同样210卡到230卡的 的空间 你要去吃一个零食 你今天又刚好呢 在买Finish Pale 里面你的油脂呢 显示就是不足 那你想要 补一下 然后又想要藉由 零食的点心来补 你会选哪一个 OK 好那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的五款 补油脂的零食分享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呢 请帮我按个赞加分享 然后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你要跟我交流 或者是 你想要跟我分享 你的减肥计划 或是你想要跟着我一起 做我的30天减肥计划 欢迎你 Follow我的 Instagram 然后 可以私讯我 跟我互动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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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